不需慢人 又叫桑人 遺传学研究显示 它们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族之一 与科医人合称科医桑人 科医桑人的面部如貌特征 近似黄种人 肤色也远不及典型的非洲族群那么深 曾经有研究者怀疑 它们是东方人在非洲的后裔 然而 现代遺传学证据表明 它们与现代任何一个欧亚民族 都无直接血统关联 不需慢人 因其强大的生存能力 和超长的狩猎技能而闻名于世 它们可以在最贫瘠的沙漠中 寻找水源 射部猎物 还可以对猎物进行持续数日的不懈追踪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不需慢人慢慢放下弓箭 逐渐融入到现代社会中 如今的纳米比亚已经找不到生活在棺木丛中 靠采集果实和狩猎为生的不需慢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